昔日辉煌以Stephan Curry为首的汉普顿无效 经历了交易和伤病 本球季的Curry身边只剩下退化后的Dremont Green 不过已经33岁的Curry 在本季仍旧展现非同小可的主宰力 解释台湾时间4月18号 Curry场均得分30.7分 场均能命中5颗三分球占据联盟第一 投篮准度也都维持高水平的 48.9%、42.2%、92.7% 接近180俱乐部的史诗级表现 不过正当Curry打出MVP级别表现的时候 勇士队的战绩却没有因而提升 胜率反而还跌落5成 本集就要来聊聊为何Curry的表现和球队战绩不成正比 再从一些数据的层面去看本集单核带对的他 和过去宇宙勇的他有什么不同 又做了哪些改变 本球季只有球迷反应 Curry对于Curry的上场时间过于致死 甚至被球迷戏成为闹钟 因为不论第四节前6分钟战况如何 只要6分钟一到 Curry就会准时换Curry上场 所以本季也时常发生第二阵容被打爆 但是Curry还是坚持让Curry照表操客 最终导致输球 因而被球迷所踏伐 其实本季Curry场均34分钟和过往球迹没什么区别 应该是说自Curry指教勇士以来 他的上场时间都控制在32-34分钟左右 本季的34分钟甚至是第二高的 只比73勝的球迹少一点而已 但是和其他球星比起来 Curry的上场时间确实偏少 而这也能反映到Curry所提倡的球队体系 他希望每位球员都能够参与到进攻 他希望每位球员都能成为球队的一份子 所以他不会大量的依赖某位球星 从2018年开始 Curry在第一、第三节打满12分钟 在第二、第四节6-7分钟上场的调度 是早就在执行的 只不过本季第二阵容的溃败过于频繁 导致第四节10场崩盘 不知不觉让球迷产生 Curry坚持Curry在预定的时间上场的这种情形 但这其实就是过去Curry所熟悉的上场时间 当然特定其场比赛是可以弹性提早上场的 但是以长远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还是得维持Curry的调度 因为不可能每当勇士第二阵容一崩溃 就要Curry上场救火 更何况本季勇士第二阵容是出了名的烂 如此的调度就几乎等于是让Curry每一场都提早上场 长久下来会让他的体力不堪负荷 甚至是增加受伤的风险 更别说是赛程更为紧凑的本球季了 所以换个角度想 Curry的调度能让Curry调节体力 让他在战况较为激烈的第四节只打6分钟 而且在每持球都会被包夹而针对防守下降低受伤的风险 并节省体力打好最后的6分钟 而这种调度也反映在Curry第四节的表现上 本季他在第四节场均能够拿到6.8分 命中率高达52% 三分球命中率50% 罚球命中率98.6% 为二能够在第四节达到50加40加90命中率的球员 而且第四节每分钟得分高达1.19分 是全联盟之冠 也就是说让Curry提早上场止血 只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球队阵容深度不够 勇士队上大多是功能型球员 再加上大多是年轻球员 球场理解力一定有落差 导致Curry不管怎么调整球队的轮体 都找不到更稳妥的第二阵容 不过目前让Green提早进场的调度 似乎有希望将第二阵容稳定下来 再来讲到Curry的on-off数据 当他在场上时 勇士队进攻效率是113.7 当他不在场上的时候 勇士队进攻效率是103.2 这是什么样的差距 大概是联盟第十名到联盟垫底的差距 意味着只要Curry不在场上 勇士队的进攻就是全联盟最烂的 身为一个角最多滑滑碎的球队 这样子的表现当然让人失望透顶 但我认为这个责任不是该由谁去背的 因为Curry的报销是没有人能够预想到的 当Curry确定报销后 Curry这33岁的黄金球技 注定是要被浪费的 然后最近随着Curry场场爆发 逐渐有勇士不要耽误他 快把他交易去冠军球队 等等脑迷的留言 我这边就不针对这些留言发表意见 但我还是认为不能过度指责教练还有制服组 因为可以说是非战之罪啊 回到正题本球季Curry的使用率 理所当然是全队最高的33.2% 使用率的概念之前有提过 可以当作该球员在球队中终结出手的比例 也可以视为球队进攻依赖该球员的程度 而Curry的33.2%排在全盟第5名 所以能从这一点来看 他的终结出手权 并没有因为Curry的传缺体系而受到限制 而且跟1819年相比 使用率提升了3% 名次也从第13名跳到第4名 再从Curry本球季 Pick'n'roll的数据来看 场均有7.4次的回合采取Pick'n'roll后出手 Pick'n'roll的频率则是28.8% 相比1819年场均5.1次还有21.6% 今年更多了2.3次还有7.2% 失去了Curry这名能够跑无球 并稳定命中外星的队友之后 Curry和勇士队的挡拆频率增加是可预期的 季中Curry也在赛后记者会说过 会加入更多的挡拆 让球队进攻打得更简单一点 从数据上来看确实有做到 而且还能从数据上发现 Curry的Pick'n'roll进攻是相当有效率的 比94.7%的球员都还要出色 说到打得更简单 Curry还有另外一项进攻手段也比过往增加许多 那就是跟挡拆有一曲同工之妙的 Hand off 手递手 本季Curry场均手递手有2.9回合 频率则是11.3% 相比18.19年的1.3回合和5.5%增加不少 守递手相比另外一项 需要依赖队友掩护与传球的off screen更为简单 而且Curry的守递手在联盟中也是相当稳定的 PR值高达91 从上述数据都能发现 为了让新球员能够更快上轨道 Curry增加了一些勇士过往偏少的进攻模式 从球队数据上来看 守递手在18.19年 勇士场均只会打4.6次 能够拿到4.4分 本季场均新增到7回合能够拿到7.4分 而往年一直垫底的挡拆次数 从18.19年的场均12.1回合提升到16.6回合 但是增加上述进攻模式的同时 代表其他的进攻模式被减少了 而被减少最多的无疑是勇士过去用来打天下的 off screen无球掩护 18.19年场均高达14.5回合 本季降到8.3回合足足少了将近一半 这项数据的巨检更加证明了失去Clay 反而增加许多新球员还有年轻球员的勇士 被迫打得更简单一些 而勇士对友向进攻模式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定点投射 从球队的角度来看 定点投射的场均次数提升了 从18.19年的19次 今年则新增到25.9次 但是今年Clay场均定点投射只有2.3回合 比18.19年的3.1回合更少 因为定点投射的判别是在其他进攻模式之后 这代表着本季的Clay变得比过去更加掌控球权 而不是待在定点等待队友的传球 然而勇士对定点投射增加了 得分效率却没有因而提升 代表着勇士对的战术执行力 还有空跑流动性不如以往 再来是Clay的切入次数 从18.19年的7.7次提升到10.5次 切入得分也从3.9分提升到7.4分 但同时Catch & Shooter的得分也从9.5分降到6.7分 最后则是触球的数据 Clay在18.19年每回合会触球4.8秒 每次触球会停留3.73秒 每次触球运球3.45次 再到今年的每回合触球5.6秒 每次触球停留4.19秒 每次触球运球4次 以上种种数据显示 本季的Clay拥有更多的持球时间 还有进攻出手权 场军出手也有20.6次排在全联盟第5名 但是仍有部分球运认为 既然Clay的得分如此高效率 Clay应该要更多的释放主导权给Clay 就像是老硬的Trey Young 小牛的Dunchich一样 每回合的进攻都要由Clay持球 而不是一直在球场上空跑要求 我已经忘记是在哪边看过类似的言论 尤其是每当输球的时候 这些言论都会大量浮出台面 但我必须要说的是 Clay的无球跑位技术是联盟顶级水平的 更不用说是在众多球性中相当罕见的高等技术 当然有些球员本身持球就非常有威胁性了 跑无球就是浪费了他的持球才能 虽然Clay的持球进攻也是顶尖级别的 但是受限于体型还有身体素质 他很容易被针对防守 所以在无球还有持球之间转换 对他来说是最能够摆脱防守球员的打法了 总而言之本季的Clay确实比网林拥有更多的球权 以不同的进攻模式比例 打出了媲美过去MVP年的表现 更加证明了Clay在进攻端的无限可能还有威胁性 也证明了自己并不是相名戏称的体系球员 而且能从他的球场表现看见 他面对包夹更有耐心还有能耐去分球 面对到针对防守策略时也有办法阅读或破解 而且他的身材更加精实 对抗性也一并提升了 进攻突破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柔弱 加上原先就不错的防守技术 防守端也不再是漏洞 毫无疑问也不可思议的本球季的Clay确实再度进化了 现在的勇士得分能量不够 当他需要得分的时候他就能立即跳出来 过去的勇士得分能量相当充沛 他却能牺牲球权给队友 让球队变得更无懈可击 这个不是伟大的球星 什么才是伟大的球星呢 不过回归到现实面 本季勇士对战绩就是未达到预期 也不能否认这个球技是耗费了Clay所胜无期的黄金时期 而关于这个问题勇士水队记者Tim在几周前曾在他的podcast 问过勇士总经理Miles 问他是否担心浪费了Clay的巅峰年球季 Miles回答道 当然我们会想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球队目前正处于一个年轻人和老将之间的平衡时期 也了解Clay的处境 所以我们一直在尝试让年轻人能够融入球队 Clay也正在努力 在这么多年轻人的球队中努力掌控许多事情 虽然目前成绩不好 但是我并不怪他 而且我们没有因此灰心还在持续的前进 为了下一座冠军而努力 以上是浓缩Miles的回答 如果有想看完整文章或者是podcast的朋友 我会把网址贴在说明栏 简单来说Miles了解他们确实耗费了Clay的时间 但能怎么办呢 他确实尽力维持球队的竞争力了 也跟Clay一起努力让星球也农入球队 2019年夏天 Durand离开 连带影响了Igudar的交易 更面临了Liviston的退休 还有Clay连续两年的报销 5年3冠的雄后战力 一戏之间全数消失 因此他们被迫要融入大量的心血 然而星球的加入 要快速融入勇士队的复杂战术 确实不太容易 但是Miles团队也并非无所作为 他们在去年球季中 交易换回Wiggins 和灰狼的前三顺位受保护手轮签 再看看Wiggins今年的表现 还有2021年新秀的天赋 绝对要肯定Miles团队的操作 然而本季勇士几乎是和冠军无援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下一个冠军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下个球季就能重返夺冠行列 所以能把勇士现在在做任何事情 都视为在下个球季重返荣耀的提前准备 克尔虽然让球队进攻打得更简单 但是主轴体系还是传切还有无球跑动 因为在季后赛中 除非有一只穿着红色的球衣 任何补强和布阵摆明针对勇士的球队 不然传切和无球 那就是最难以防守的进攻模式 更不用说正中还有一名每年都在突破自己的伟大后卫 然而下个球季确定轮值球员会有 Curry Green Thompson Huor Wiggins 还有Weissman 这六个人几乎代表着勇士未来几年 Bezemort和Looney 如果能够底薪续约 当然很欢迎 还有远在Miami 川28号男人合约也到齐了 如果Uber也愿意打替补的话 当然很欢迎 但是如果他不想打替补 那就只能祝福了 至于Pasco的处境真的有点尴尬 因为他在本球季所展现的确实有点背离了Curry的体系 虽然现在他挂伤兵 但是受伤前 Curry就说过会将他暂时调出轮值 如果他能够及时修正 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而且最后更别忘记 勇士有可能在今年的选秀大年 获得两枚首轮选秀签 一枚有机会是4-5名左右的热透签 另外一枚则可能是11-20顺位 这不会下一个球季 甚至是勇士对未来增添了许多可能性 或许今年的勇士让人失望 或许现在的队友浪费了Curry的巅峰 但是这都只是过程罢了 因为勇士对的低谷一过 即将迎来曙光 我是这样期许的啦 不知道各位怎么想 看到这边是不是觉得 我真不愧是心灵鸡汤系篮球YouTuber 又对未来的勇士重拦希望了呢 那就不要吝啬你的订阅还有按赞 本集就讲到这边啦 我是酷奇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